让司机师傅们的情绪极易激动 就在南方多个城市遭遇加气难的同时 中部城市河南郑州也同样遭遇空气紧张 11月17号 全市仅有三分之一的出租车能够上路运营 而300多辆城市公交因为加不上气 也不得不停运 此外还有多个加气站暂停营业 11月以来 中国持续大范围的雨雪冰冻天气 被普遍认为是各地 特别是南方地区天然气公用紧张的时间原因 近几天各地也纷纷出台紧急预案 以各种措施保证居民基本生活用气 而在无法临时加大供应量的前提下 最为普遍的手段就是削减工业以及商业用气 这是杭州一家国内知名的磁砖生产企业 作为天然气用气大户 他们的货运司机不得不加班加点 赶赴外地紧急采购液化器作为替代气源 但液化器也同样供应不足 价格飞涨 在杭州除了工业企业停息范围不断扩大 此外杭州市及以下机关单位将带头严格控制空调采暖用气 除中午午休的两小时外 停止使用天然气供暖空调 全国多个城市闹气荒 许多人把矛头指向了天然气的供应公司 中石油中石化 有人质疑说他们是借天气原因逼宫政府涨价 而日前国家大改委价格司司长曹长青 已经明确表示 今年年内天然气价格不会上涨 算是对这一涨价传言的间接回应了 那么这次气荒中石油的解释是天然气的产量已经到了最大值 而极端气候导致的需求暴增导致供应接近了极限 但是有关专家指出这种解释恐怕过于简单 石油巨头对天然气从开采到运输的全方面的垄断经营 才是最根本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